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是由盛雪女士提供的G20峰会的一些花絮 我们看到现在强国的首脑走在会场上 一路走过来,大家好像都没有看到他 我们看到,连习近平的秘书都失业了 习近平到访日本之前,北京方面强烈要求日本要给习近平面子 我们现在看看,会场里面,会场外面 到处都是抗议中共暴政的这些人群 这面子确实是没法给 大家好像看到习近平跟没有见到一样 可能此时此刻习近平也在沉思 中共建政70年了,中共欠下人民这么多的血债 难道习近平你要一直背下去吗 所以说习近平,我想他现在在思考 到底这个共产党要不要了 到底还要不要这样再尴尬下去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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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